大家好我是旭哥不可按 歡迎收看旭哥手遊攻略 那這是巔峰極速 好旭哥今天來講這個最快速說要鑽啦 因為這個S2也快結束了 那旭哥的鑽石呢 最多啊有衝破將近快要到兩萬五 那最近因為抽了SL63呢就 大失血啊 那最近又把它衝回來 那時候好像掉到大概只剩幾千而已 最近又衝回來了 所以真的賺的蠻快 分享一下刷鑽石的方式 那還有這個中獎一些心得 當然還有這個遊戲最多禮包碼 iOS隱藏版 需要所有的序號總整理分享給大家 還有還沒訂閱頻道呢 記得訂閱頻道 隨時觀看旭哥手遊攻略 那頻道各種最新的手遊攻略 還有禮包碼禮品碼兌換碼 遊戲的虛寶序號獨家最新 那旭哥呢目前啊 鑽石啊其實應該有超過兩萬五千鑽啦 只是陸陸續續呢都一直東抽西抽啊 一次都有幾萬鑽這樣抽掉 像上次抽SL63就抽了差不多一萬多鑽 所以陸陸續續這樣狂抽 但是鑽石就一直幾乎 所以其實鑽鑽石很快 那旭哥都有把鑽鑽石的方法分享給大家嘛 像是就是參加這個官方的活動啊 他們定期都會有這個抽 有時候可以抽M8嘛 然後有時候可以抽720S 或是其他的像是NSX 一些神車 那重點是還有這個鑽石可以拿 像旭哥就中了很多次鑽石啊 280的中了好幾次 然後580也有中 這個是上次中580 因為上次好像說要分享給大家看圖就忘記了 忘記加進去了 所以這邊就給大家看一下 這次是中580鑽的圖 上次抽轉彈啊 抽的元氣大傷 現在一定要把鑽石補鑽回來啊 為了要抽之後的新的神車啊 應該也快出了 上次抽的真的是元氣大傷 那這個活動啊 然後賽季獎勵這個一定要拿任務嘛 每週每日的這個必解 好賽季也快結束了 新的賽季應該會有新的神車啊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好那活動呢也要解一下 穩居上風這一次 我這邊大概有 將近百鑽 可以拿 然後這個上賽訓練 這邊 賽車許願限時挑戰 在這邊很多鑽石 20鑽30鑽 然後50鑽50鑽 這樣就150了 200 然後250 這邊有300鑽可以拿 全部都解的話 就是去訓練就可以了 參加這個訓練 這個不難 但是要花時間啦 就是你要找出時間來解這樣 花點時間就可以拿到鑽石 300鑽可以拿 活動這邊 就是穩居上風這個上賽 上賽挑戰 上海國際賽車場叫上賽 那這棒球上賽車場就是什麼 那這個升級禮物 升級禮物 每天都解嘛 然後有這個合作任務可以拿到鑰匙 鑰匙是拿來開這個升級禮物 升級禮物開的話呢 可以拿到鑽石 然後這個 各種東西 這邊有50-100鑽嘛 然後一些資源這樣 然後他必定還會再給你一盒 然後你這一盒裡面開又有機會拿到50-100鑽 等於是說你有機會一次拿到200鑽 就這邊開了100鑽之後 他 再給你一個禮盒 禮盒再開又有100鑽 所以最多呢是可以拿到200鑽 所以可以透過這個方式來刷鑽石 算是一個刷鑽石的神招 就是我們先減每日任務拿這個禮盒 聖典禮盒 那聖典禮盒打開最多可以拿100鑽嘛 然後高級禮盒就是用鑰匙開 鑰匙開又可以再拿100鑽 最多 所以一次可以刷到200鑽 這個是一個刷鑽石還不錯的地方 接下來就是這個聖典禮車 那每個禮拜呢可以去分享 分享可以拿到這個券 券就可以去刷 那盡量解 任務都盡量解 階段任務 解解也有鑽石啊 支援 而且他有時候有四個階段 比如說第三階段第四階段 然後階段到後面的話還會有支援 所以可以一直刷 刷到爽這樣 然後 這個抽的話呢 他還會再給你鑽石 裝扮也還會再開鑽石出來給你 像這邊旭哥連刷到四次 連四刷 有沒有 然後有100鑽啊 然後 200鑽 50鑽 100鑽這樣 所以這邊可以刷到蠻多鑽石 活動這個鑽石的刷法 就是這樣 有很多不錯的刷的地方 像升級禮盒和這個聖典禮車 這兩個刷鑽石還蠻好用的 算是隱藏版的刷鑽 神招 好 那新年旅程碑 一定要拿的就是這個有250鑽 那其他就是資源 資源就加減啦 有這個車架 然後 這個動作 我次元突破 這不知道是殺小 非常的娘 男生跳起來很奇怪 你假如是女角的話可能還不錯 男生跳起來非常的怪 有點好笑 這樣不知道殺小 他這衣服 可以拿到這衣服 冬夜清霜 真的不知道這動作是殺小 看了就沒有很想拿 還是大家覺得不錯 每個人喜好不一樣 你就是跑那個里程就可以拿了 110啊 150 200 250 建議跑到250 可以全部都拿 這樣 有鑽石 有資源 有金幣 然後有動作 有一個很娘的動作 真的不知道是在娘什麼 那其他 他周遷到 然後這個搖擺 搖擺就是 他這個應該是到賽季結束 就是柯木山的意思 就是這個柯木山 這個動作 不知道和上一個哪一個比較好看 大家覺得剛剛那個和這個哪一個比較好看 好難選啊 都覺得很瞎 但是就 好像好一點點 然後這個 試車 也是剩8天 記得都要試一下 有鑽石 然後問答看你要不要打 反正有金幣 好這個就是快速刷鑽啊 能夠刷的地方都刷一刷 還有這個聖天挑戰賽能刷一刷一刷 這個什麼改裝挑戰啊 這邊他有7個賽程嘛 沒幾天就一次這樣 能刷就刷一刷 刷到就有東西 這樣子 然後最近呢 這幾天都有對抗公開賽 全部跑完的話呢 他有鑽石可以拿 這邊 20鑽20鑽 然後20鑽 20鑽 大概 30鑽 大概 將近百鑽 這邊可以拿一拿 拿一拿之後他到決賽又可以再拿一次 好 這個最快速刷鑽石的方式 分享給大家了 最多組的禮包碼序號總整理 首先2024最新的有 HAPPY2024 那接下來在2023的話呢 有 VIP777 VIP888 還有 RHING888 N1 AL888 還有 WIN WIN 888 然後 GOD TONE 888 然後 BB888 GUI GUI 888 還有 NL888 還有這個 XIAOMA888 然後 RKUI666 TSUKI 然後 666 然後 TAM RACE666 DIVER666 還有 RACING666 接下來有 RACING777 然後 POST00 接下來有 LESGO168 MASTR777 SAH HINS 然後 GO GORACING 接下來有 GG1019 然後 KING O 然後 1019 還有這個 FAYE 1019 以及 這個 10000 RACE RS 那這些禮包碼 序哥全部都換過 都可以用了 然後 應該可能有些是 現實的 大家自己注意一下 使用期限 反正就幫大家總整理 那對換方式呢 點畫面右上角 然後點這個 設定 你幫忙兌換就可以了 那 iOS玩家呢 就到這網頁 www.racngmastr.gme 斜線TW 斜線GIFT GRAB 這個網頁去兌換 好 就幫大家總整理了 好 那大家自己可以去換 那序哥是全部都換到了 因為從開服玩到現在 那你比較後面玩的話 可能有些就是 現實的 可能換不到 那就是 就只能說 大家記得訂閱頻道 隨時看最新的攻略 好 那我們下一集攻略見 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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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